尹達華在中山出席活動時 在台上被人遲到刺傷腹部 雖然說割反應吻哲鼻了好多下 但刀傷仍然輕微傷及內臟 之後他被送到中山火具開發區醫院接受手術 大批傳媒來到醫院等候最新消息 亦有人遲回守候 醫院方面亦派出16位保安人員捉起人牆 以確保病人不會受到騷擾 手術完成之後 華哥的助手就出來回應傳媒 多謝大家關心 首先華哥剛剛完成手術 暫時沒有大礙 他現在是穩定的 在裏面休息 還未知道 現在我們真的剛剛完成手術 其他的過多鐘 晚上8點多 華哥盛坐醫療車回香港接受治療 10點15分左右抵達港安醫院 華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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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把帽子拉到最低 全程緊閉雙眼 沒有作出任何回應 華哥 華哥 之後太太琪琪也戴著帽子和口袖現身醫院 神情充滿擔憂 經理人霍文熙和英王老闆楊秀成 亦相繼到達醫院探望華哥 他真的不渴 特別告 受託 速度 雙瓶 這麼快 雙瓶 也 惹 呢 enes